HELLO 大家好 欢迎收看阿里的指南 今天我们要看一下是来自 Fender Player 2 最新推出的 Jazz Master、Jaguar以及Mars 10 的电吉他 Jazz Master、Jaguar和Mars 10 电吉他 HELLO 大家好 欢迎回到今天节目 今天我们就要开箱的是来自 Fender 末厂的 Player 2 的二代的电吉他 上一集我跟Amanda 还有建文老师一起讲解 Fender Player 2 的 Stratocaster 以及 Telecaster 连结我也放在说明里面 好 今天就如Berly 所说的 今天我们要看的是 Fender 末厂的 Player 2 这个二代的 Jazz Master 以及 Jaguar 和 Mustang 这三把的电吉他 这三个一样是 Fender 非常经典的型号 在六千年代开始已经推出了非常多不同的版本 那我就先从这把 Player 2 的 Jazz Master 开始吧 首先一样我非常喜欢它这个复古式设计的 Classic Gear 的这种复古的调音旋钮 然后再来呢整个情景是稍微也有点雾面的感觉 所以弹起来非常的滑顺 然后是一个比较舒适的 C 型的感觉 那接下来呢 Fender Player 2 的一个很大的特色就是 在于它的指板有做一个滚边的处理 那通常呢这种处理是在每场景上面才看得到的 那现在呢在 Player 2 上面就可以拥有哦 那我觉得 Player 2 的主轴呢就是走到一个复古的音色以及外形 但是手感呢是非常现代滑顺好弹的 所以呢它这边是使用 9.5 英寸的指板 所以它的旋钮呢可以相对来说比较低一点点非常的好弹 然后再来呢这把琴它是 22 格的设计 那我觉得非常非常的重要 那接下来到实音器的部分呢 它是使用经典的 Anico 5 的实音器 所以它的声音呢非常的复补 然后接下来呢在琴桥部分是使用新型的 Saddle 所以呢调音上会更稳定 然后再来它的琴弦也比较不容易跳出来 然后一样呢这边有非常经典的 Jazz Master 的小摇座的设计 那Jazz Master 的声音的特色呢就是相对于 Teddy Kasher 跟 Shredder Kasher 它的声音更清脆的感觉 那尤其呢是在两段实音器共用的时候呢 这声音更是非常清脆 那受到非常多后摇吉他手的青睐 我们下来看看 我们下来看看 那接下来它也是很适合一些 比较indie的破音的音色 那我们先听听看吧 哇 然后再来是中段 那接下来是high gain的声音 有没有 这个音色还不错吧 因为我觉得这把琴它的鼻音很多 所以它在破音里面就很通透的感觉 好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Fender Player 2的Jaguar 那 Player 2 还有一个很大的特色就是在于说 它使用的是玫瑰木的纸板 因为它在一代的时候 因为某些法令的关系 那时候不能使用玫瑰木 那有点可惜 那这个时候就使用一个 Fender 非常经典的玫瑰木的纸板设计 那再来 Player 2 我觉得很棒的地方是 它的琴面是一个亮面 然后复古黄的烤漆 然后在琴颈后面的部分 则是一个雾面的烤漆 所以我觉得亮面的很好看 然后雾面的手感很棒 那这把琴呢 一样是使用非常经典的 Older 的木头设计 那在使用器的部分呢 它前段是 Enrico 2 后段是 Enrico 5 那一样呢 会提供一个非常饱满又甜美的音色 那我觉得这边有一个很棒的设计就是 它这边终于换成 3-way switch 因为 Jaguar 它原本的这个还蛮复杂的 那这样子可以来做简单的音色切换 那 Jaguar 它一个特色 就是它的弦长比较短一点 是 24 英寸的 所以它的弦的张力会稍微低一点 所以会比较好推弦 然后再来它的声音也会比较饱满一点点 然后从当年开始流行的这个非对称的琴声设计 就非常七年代的感觉 那我们就一起来听听看吧 音乐 好 接下来我们来听一点 Overdrive 声音吧 那我觉得它的特色也是一个非常 Indie 的音色 音乐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哇像这个音色就非常的肥厚饱满的感觉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这把Fender Player 2的Mustane Mustane它的特色一样是它是使用24英寸较短的有效宣长 所以一样呢那这把琴的音色呢 因为它是使用器的设计还有它的摆放的位置 所以它音色呢会听起来非常的特别 会有一种清脆的感觉 那一样呢它的手感跟传统Mustane比起来呢 有更滑顺更好弹的感觉 然后再来呢在摇奏部分是6.4的固定式琴巧 好那我们听听看它的声音吧 咯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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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Tither Harp 宝购 就有開蠻多的 Reverb 然後他的聲音就可以從 Reverb當中透出來的感覺 音楽 音楽 好那以上就是 Fender 末廠 Play 2 系列最新推出的 Jazz Master, Jaguar 以及 Mustang 那近年來在日搖 還有 Indie Rock 還有後搖當中 也都非常常看見 Jazz Master 以及 Jaguar 和 Mustang 他們的聲音 像我今天一插起來我就覺得 哇我一定要彈一些比較後搖跟 Indie Rock 的東西給大家聽聽看 那你覺得今天這三把聽起來怎麼樣呢? 歡迎大家在下方留言告訴我喔 好那以上就是今天的這個開箱 那如果大家一樣有興趣的話歡迎到海綠西蘭提琴店 或是跟他通路來做試談 我真的覺得是非常非常推薦給大家 那如果你喜歡這部影片的話 請記得幫我訂閱並且開啟小鈴鐺 那如果有問題的話也歡迎訂閱小鈴鐺 我是視頻粉專 給大家收看我是Ryan 那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 掰掰